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丁松云神父 今天是长年期第20周 星期三 我们今天的福音是 马逗福音第20章 第一到十 第16节 也是我想大家都有印象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为什么会有印象吗 因为这个比喻好像很不合理 耶稣是讲到一个老板 他是 这个老板 他是请了一些人来工作 那有的人是整天工作 有的人是半天工作 有的人就是工作一个小时 不过轮到他们来拿薪水的时候 拿他们的酬劳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薪水 一样的酬劳 那么当然有一些人工作整天的人 他们会抱怨 那么工作才一个小时的人 会非常非常开心 现在在这个世界 有时候不容易找工作 不容易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薪水的工作 所以相信这些人 他们会很开心听耶稣的这个比喻 工作一个小时就可以得到一天的薪水 那多么好 耶稣实在是很棒 不过那些工作整天的人 他们可能会觉得耶稣是不公平 那么其实我们的我们常常在说生活不公平 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生活对我不公平 为什么好人有时候会很早很年轻的时候就会过世 或是会遇到一些灾祸 会过得非常非常不愉快 会有一些有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我们会我们会说这个生活真不公平 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我们认为是坏人 他一直他越来越有钱 而且活得很久 很老的这种年龄啊 为什么呢 生活好像不公平 有时候我们就很大胆的说 天主不公平 天主的正义在哪里 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抱怨 我觉得天主大概听到我们这些抱怨都会大笑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 好像有那么多是有精师眼 我们看不清楚天主的整个的计划 我们只有一个从一个很小的很狭窄的一个角度 来看看他的计划 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看到全部的 不过如果我们看不到全部的最好不要抱怨 我们就是从这种看到一小部分我们就判断一切 抱怨我们自己没有得到我们该得到的东西 或是很生气 看到这些好像无用的人 没有什么用的人都那么过得那么好 我们很容易变得很基督 相信天主都在笑我们 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全力抱怨 天主你想一想 天主是创造这个整个地球 地球 整个宇宙 你看看 你有没有办法这样做 你有没有办法创造一小块的东西 就很不容易 我相信天主比我们都聪明多了 那么最好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小小的角度 小小的很不成熟的标准 或是眼光来判断天主不公平 最好信任他 相信他的智慧 相信他的爱 有一个小朋友可能会哭 因为他的父亲把一个礼物送给他的兄弟 而不是给他 他会嫉妒 这个是不是很成熟的行为吗 不成熟 他到底晓不晓得他父亲 为什么把这个礼物给他哥哥 他不可能知道 因为他父亲是成熟了 他不成熟 他到底需不需要他 他的哥哥的需要 不见得 他父亲一定会比较清楚 所以我们就是像这些小孩子 我们看不清楚 我们就很谦虚的承认 我们没有天主那么聪明 很谦虚的来接受他的安排 把我们的基督 把我们的判断 把我们自私的欲望 放在一边 相信天主的智慧 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工作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使命 不是批评天主 是把他给我们的使命 给我们的工作 尽量把它完成 帮助他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把我们的爱 把我们的慈悲 常常分享 其他的 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 我们都努力的 求天主帮助我们这样做 祝福大家 我们下一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